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禮拜介紹保羅 作為基督教的一位蠻特殊的人物 我知道上禮拜在小組討論的時候 可能我們各組都有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基督教從他的一個創始人耶穌 到後來這位建立他的基督教的整個制度 還有一個思想體系這樣的一位保羅 他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上禮拜提到保羅三個特別的地方 一個他自己本身經驗的一個宗教經驗 他的那個宗教經驗成為他 後來建構他的思想也好 或者是他 我們說有一種宗教熱情的基礎 從那個神秘經驗出發 他就變成一個傳道者 也變成一位思想的建立者 那上禮拜的講義最後有一個小問題 我放在結論的地方 我們稍微再稍微談一下 那我們再來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上禮拜的結論的地方 我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這樣的一位很關鍵性的人物保羅 他不但建構了基督教的神學體系 基本的一些思想觀念 他也協助建立了一個制度 那不敢說整個制度是他建立的 但他當初所建構的這些 以非猶太人為主的教會 後來成為基督教的主要的一個主體 特別深深影響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發展 那我們再過幾個禮拜會給大家看一部影片 再介紹西方基督教整個發展的脈絡 那時候你就發現保羅變成裡面 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那問題就是說 這樣的一位保羅 他有沒有誤解了耶穌呢 他有沒有很忠實的把原來的耶穌精神 給傳達下來呢 這個是我在結論的地方問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那一種看法當然是比較帶有一種批判性的 我這邊有提到一位德國非常有名的學者 布特曼 他就講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 他說耶穌本來是一位宣揚者 我們看到耶穌運動裡面 他是一個不斷在宣揚一個 他對上帝的認識 一個上帝國的理念的人 但這個耶穌呢 後來等到保羅 不只是保羅 還有其他的耶穌的門徒們 他們就把耶穌變成是宣揚的對象了 所以布特曼這句話 用一個很簡單的英文表達方式 他說 The Proclaimer becomes the proclaimed 那個在宣揚的人 變成了被宣揚的對象 那這個變化當然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耶穌本來在宣揚上帝國 我們之前提到耶穌運動 我有提到一位學者把耶穌的運動 做了一個簡單整理 耶穌好像在宣揚說 全世界的人共同有一位天上的父親 那所以地上的人呢 是四海一家 大家應該都是彼此分享的弟兄姊妹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很明顯我們看到焦點是放在上帝的國 可是等到後來保羅跟其他的耶穌的門徒 出去宣揚的時候 他們的焦點變成是在講耶穌這個人 至少在講耶穌是要帶人去到上帝國的那一位 可以這樣說 那這樣子來講 這個過程如果不是一種誤解 那至少是一個焦點的轉移 焦點的轉移 這個是布特曼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這個概念其實是已經 會讓很多人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這位那麼重要的保羅 有沒有忠實的延續原來的耶穌的精神 那我後面借用一位學者來做對比 就是當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學者 叫Jeremias 耶利米亞 他就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那有點像我們現在在宗教學 常常用的一個自立宗教跟他立宗教的對比 那好像在這個Jeremias在提到說 耶穌好像把自己跟猶太教做了一點點的區別 耶穌好像指出那個猶太教已經變成一種 靠著每一個人自己要去守律法 每一個人要靠著自己的能力 來完成上帝的要求 而能夠得救的這樣的一個宗教 所以就某個角度講 猶太教也被耶穌至少認定為 帶有一種自立宗教的味道 那耶穌所強調的 我在第二小點那個用Jeremias的概念 耶穌總是講 每一個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所以人不是靠自己 基督教走出來的一個運動 是一個他立宗教的運動 人不能靠自己 是靠上帝的恩典臨到人身上 那這一點保羅 我們上禮拜稍微提了保羅的一些神學觀念 特別最重要的一個 他提出每一個人好像在法庭裡面 他用這個稱譯的概念 每一個人好像在法庭裡面被審判有沒有罪 那那個有沒有罪呢 不是靠你自己做了什麼行為來被判無罪 而是純粹用一種信心 因為對這個基督或對上帝有一個信心 所以可以被稱為是沒有罪的 那這個概念 因信稱譯這個概念 跟耶穌在強調的恩典的概念 基本上都可以是說帶有一種 他立宗教這樣的概念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的時候 根據這個路線來講 就會說保羅 其實是很忠實的 有在傳達耶穌的這樣的一種神學觀念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 我們很簡單用這兩個不同的 不一定是對立的 但是有不同的認知 來看看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有興趣的人其實可以繼續去思考 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從第二世紀之後 很明顯的保羅所建立起來的思想觀念 還有他所建立的教會 就變成了一個基督教的主流 變成基督教的主流 那我們從開學到現在 我們回到最早的概念 我們畫了一個圖 提到基督教是從猶太教裡面 發展出來的 長出來的一棵新的大樹 所以我們在那當中有介紹了猶太教 以及從猶太教轉移到新的基督教運動 這中間有一個微妙的關係 那我們已經也進一步談到了保羅 他作為一個幫助這棵樹 長大的一個重要關鍵人物 那從這個禮拜開始 我們要開始去碰觸下面的那個土壤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基督教的運動 它是在羅馬帝國的政治處境裡面 是在一個希臘羅馬文化的這樣的一個土壤裡面 吸收養分 吸收這個水分長起來的大樹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切入這個主題來談 基督教怎麼樣去運用希臘羅馬的文化 它怎麼樣跟希臘羅馬文化來對話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它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放在全世界 今天任何一個宗教團體 或者是基督教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的發展 都會有同樣的一個面對的一個挑戰 就是這個基督宗教怎麼樣在一個 在地的本土的土壤裡面去跟這個文化互動 所以我們今天先從一些簡單的觀念的部分 來介紹起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切入 來看在希臘羅馬文化裡面有一些實例 那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當然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從我們之前探討到現在 我們發現基督教特別在保羅的詮釋裡面 已經把基督教對他們在傳播的福音 做了一個簡單的定義 這個定義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 上帝對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不同的社會背景的人 是沒有偏見的 不會因為說你是猶太人 你就有特權 那你是非猶太人 你就是排好像次等的 它這個無偏見這個概念 很明顯已經定義了基督教的一個新的概念 也就是基督教常常會說它是一個普世的宗教 他希望是一個普世的宗教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讓耶穌基督這個人 他的生活跟工作已經表現出上帝這樣的一個態度 換句話說保羅的詮釋也是這樣 今天你要認識上帝 你要怎麼認識 你就看耶穌 他在世界上他所表現出來的 他在世界上所講的話 他所做的工作 耶穌他醫治人 他解除人的痛苦 他除去人心靈的一種的無意義感 追求生命的價值的耶穌賦予人一種意義 還有他最後藉著他自己死在十字架 好像證明一種新生命的可能 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把它定義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 那這樣的福音不是只有在耶穌運動發展 他也繼續通過接下來的基督教團體 繼續在生活 繼續在做見證這樣子 簡單講福音就是這個意思 那文化這個定義我們就 一般來講我們就 放在我們一般的人類學文化學的角度去了解 就很清楚可以了解 他是指一個全面的一個生活的概念 我這邊借用一個學者簡單的定義 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成員 所受到塑造的包括知識 包括信念 包括藝術 倫理 法律 習俗 還有其他的各種行為能力跟習慣 那用一個宗教的術語 比較宗教性的術語 或文化性的術語來講 一個文化一個傳統的文化 其實是通常是非常有價值的 這個傳統文化象徵的是 這個地區的人民 長久以來從祖先傳下來 長久以來一種集體的智慧 我們常常說這是一種 也可以說是一種conventional wisdom 它其實是一種一路流傳下來的一種智慧 祖先流傳下來的生活智慧 那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有靈性的內涵 因為它裡面談到的是 對生命的態度 對生命的價值 對生命的看法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產生了 當基督教這個福音要進去一個文化的時候 那個文化本身 它其實已經帶有一種靈性的內涵在裡面 那這個內涵好像就變成了 我這邊用了一個用語是存在體 那基督教一個很有意思的象徵說法 叫做道成肉身 那道成肉身這個字是新約四本福音書第四本 約翰福音的用語 約翰福音說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 好像是代表上帝這個道 成為一個看得見的 有血有肉的人 那道成的肉身 這個肉身就是讓人能夠看認識道的方法 那文化好像也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當基督教這個宗教要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的時候 文化好像變成那個肉身 那個可以讓人清楚去認識這個宗教的一個存在體 就是一個媒介 用更通俗的話來講就是一個媒介 那所以當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基督教思想家保羅田立克 他就講了這句非常有名的話 他說宗教其實就是文化的內涵 文化就是宗教的形式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宗教表現出來 就是變成一種文化 那我們在每一個文化的內涵去尋找 其實你就會找到裡面就是一種有宗教的意念 宗教的內涵在裡面的 那泰國我們說泰國文化 所以我們就舉例子 泰國文化你去了解泰國文化的內涵 你就會發現裡面最核心的東西是佛教 是佛教 那佛教表現出來在泰國的這個土地上 表現出來的一種形態就變成是泰國的一種文化生活 所以泰國人的俗語說 to be a Thai is to be a Buddhist 他們很常常這樣講 過去傳統至少這樣講 做泰國人就是一個佛教徒這樣子 那不一定每一個文化跟宗教都是這樣等 可以這樣等同的 但是很明顯有一些例子 我們過去也會說西方的歐洲 歐洲跟北美洲這個西方文化 過去基本上是非常強的帶有 基督教文化的內容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田立克講的 就讓我們可以去思考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常常是一個結果 泰國的文化帶有佛教的內涵 這是一個結果 但是那個過程呢 他經過好幾百年 甚至一千多年 經過這個宗教跟文化長久的互相交織 整合而成的 那我們今天碰到的 要看的一個很重要的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主題是一個 剛剛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會有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的 基督教還沒有變成今天這個形式以前 他其實只是一個猶太教的運動 今天他要進入希臘羅馬文化 就開始要去碰觸這個進入文化的過程 這是保羅田立克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 也對今天全世界對宗教研究有非常大的影響 其實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也因為對希特勒有提出一些批判的聲音 所以後來教職被撤銷 所以他就從德國跑到美國 他到美國之後影響非常大 創立的這個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的宗教研究學派就是 田立克去創辦的 那最後要過世之前 他被哈佛大學聘去當榮譽教授 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 所以這位大師級的人物 他提出這個概念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宗教是文化的內涵 文化則是宗教的形式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東西 大概都是沿著這樣的一個 一條路線來做思考 那我們發現很有趣的 所以今天在基督教最早的經典裡面 新約聖經裡面最重要的兩個作家 我們說他們的思想最深遠的一個 影響最深遠的兩個作家 一個就是保羅 另外一個就是四本福音書的第四本 約翰福音 那我們上次介紹約束運動的時候 我有提到約翰這本書很特別 跟前面馬太馬可路加這三本福音書都不一樣 作者很明顯的 帶有一種很深厚的 哲學跟宗教的一種的認知 寫出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一本福音書 那為什麼這兩個人都能夠 有這麼大的一種影響力呢 我們回去了解他們的背景 就發現原來這兩個人很有趣 兩個人都精通當時候的最重要的 他們所身處的兩個文化 一個是猶太人的希伯來文化 一個是他們要開始去面對的一個新的 希臘羅馬的文化 所以我們常說他們是精通兩希的專家 這好像在翻譯的概念一樣 我們如果今天對翻譯的理論 有一點概念就知道 做翻譯的人 你一定要精通兩邊的語言 你要把英文翻成中文 把中文翻譯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你可以翻過去又可以翻回來 這才叫好的翻譯 你把一句話用中文翻成英文 還要把英文再翻回來中文 又是一樣的 這才叫做好的翻譯 那兩邊都要能夠掌握精通兩邊的語言 這個翻譯才能夠達到最高的一種的品質 跟效果 所以這讓我們看到 在最初的基督教發展當中 越熟悉在地文化語言的人 很明顯的 他卻就能夠在傳播的過程 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以下我就用最簡單的例子開始介紹 從名詞 用語 然後來介紹觀念 一步一步的介紹到 更重要的是一個世界觀 宇宙觀的概念 這一部分我是做例子 所以沒有放在講義裡面 大家稍微聽一下我舉的這些例子 了解一下概念就可以了 譬如每一個新的文化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怎麼樣把聖經經典翻譯成在地的語言 讓在地人能夠了解 在聖經翻譯的過程 就有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跑出來 很多很關鍵性的用語 你怎麼去翻譯 譬如我們在我們用台灣 或者是在華人的文化處境來做考量 就可以看到上帝這個名字 他原來在希伯來文這個亞衛 亞衛四個字 四個希伯來字 那這四個字當然今天也有很多 就希伯來文本身的討論也很多 我這邊寫了兩個名字 一個是耶和華 一個是耶威亞衛 那這兩個 為什麼這兩個不同的字 因為希伯來文在一般在書寫的時候 是沒有加母音的 他只有子音 那母音是由這個閱讀的人 自己把母音加上去的 那耶和華這四個字 原來沒有母音的時候 早期的猶太人都用 習慣用他們認為的另外一個字 主的母音把它放進去 那發出來就變成耶和華 耶和華 可是現在的學者又傾向說 那個發音是母音裝 裝那個母音是不對的 應該要加另外一個母音 所以有主張說要發作亞衛 那這個還不是我們今天講的 翻譯的問題 這是純粹希伯來語言本身的問題 那講到翻譯呢 我們在台灣看到最常用的 把上帝這個字 用英文God這個字來翻譯 你就看到有翻作上帝的 翻作神的 台灣的天主教會翻作天主 所以我們才在台灣很特別 台灣就稱他們是天主教 全世界沒有特別用天主教這個名字 我們知道在全世界 Catholicism 應該是翻作羅馬大公教會 那在台灣 因為他們把上帝名字翻成天主 所以就變成天主教 那另外 現在新的藝本也有翻作上主 那我舉這四個不同的名字 你就會發現很有意思 這不同的名字就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內涵 你會選擇用哪一個名字 你會選擇用哪一個名字 就本身就代表你對這個 用語本身文化內涵的一個理解 那在台灣很有意思 台灣有一些基督徒 不喜歡用聖經是翻作上帝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最簡單的聖經翻譯本 都有兩個版本 很有意思 如果你去拿一本聖經來看 通常你就會發現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上帝版 一個是神版 那神版的呢 在神的前面就有一個空格 有一個空格 那其實那個空格很多人誤解 以為那個空格好像是一個敬畏的原因 他放一個空格 其實不是為了印刷方便 因為上帝兩個字 要換成神一個字 所以前面就空一個 那這兩個名字的用語 就非常有意思了 為什麼有人不喜歡上帝 有的人不喜歡 有的人寧可選擇神 那不喜歡上帝的人很明顯的 覺得上帝這個字 太帶有台灣的傳統民間宗教的概念 我們知道在台灣的傳統宗教裡面 玉皇上帝 玄天上帝 上帝這個字好像很多是用來 稱呼民間的神明的名字的 所以他覺得神這個字好像比較好 那神這個字如果你去查 神這個字也是有他的文化背景的 我們如果去看過去的古經 詩經 書經這些舊的 過去的儒家的經典裡面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字其實都有用到 上帝跟神都有用到 但是你會發現光在選擇用語的時候 就牽涉到你怎麼去選擇文化裡面的 已經有的那個內涵的概念 那更再舉一個有趣的 現在目前引發爭議的例子 就是阿拉 阿拉這個名字我們知道是 這個現代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回教在稱呼上帝的用語阿拉 但是這個字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目前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一個回教為主的國家 當然基督教也相當的發展 他們這幾年發生一場的 很有意思的爭議 就是這個基督徒 把聖經翻成馬來話的時候 那個馬來語的聖經裡面 就把上帝翻譯成阿拉 阿拉 結果回教徒就去控告基督徒 說你怎麼可以用阿拉這個名字 來翻譯上帝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鬧到法庭 而且引起非常大的緊張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 兩三年前已經判決出來了 那判決出來是基督徒勝訴這樣子 就是說伊斯蘭教那個控告沒有成立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有意思的是 基督徒去找到一個歷史證據 發現在第四世紀 第三世紀 第四世紀的時候 最早最早的 這個馬來話的翻譯 巴哈伊的翻譯 就已經用阿拉這個字了 那你記得第三第四世紀的時候 伊斯蘭教根本還沒有形成 還沒有形成 換句話說這個字 就是你不能被伊斯蘭教宣稱說 這是我專有的用語這樣子 我舉這個例子其實只要讓大家了解 你光在選翻譯上帝這個名字 就牽涉到一種文化的概念 我再舉幾個小例子 我們在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裡面 在翻譯聖經也是很有意思 他們最明顯的證明這樣的一種文化 跟福音中間的一種很有趣的連結關係 我們在泰雅族 泰雅族裡面 他們就去用了一個 傳統在泰雅族文化裡面 就已經被使用的用語 Udu Udu這個字在泰雅族的概念裡面 就是靈的意思 神靈的意思 那這個神靈呢 也包括鬼 我們如果翻作用英文的表達 就是spirit 一種靈的概念 那這個靈本身是 泰雅人最容易來了解宗教的概念 上帝是一個神 上帝也是一個靈這樣子 那後來泰雅族 他們翻譯出來的聖經 就把上帝翻作Udu改樣 改樣的意思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這個字其實有點像前面這個 上主的概念 上主的概念就是說 是最高的一位神 上主 那Udu改樣 在泰雅族的概念裡面 就是這個至高的靈這樣的意思 用來翻譯上帝 那其實泰雅族還沒有翻這個之前 舊的最早的泰雅族的聖經翻譯本 有用另外一個字 那個字是從日語來的 是從日語來的 它就是日語講的神 Gamma 所以這個Gami 所以這個用語 其實你會發現它都帶有文化的意涵 那另外兩個例子是很類似的 我就很快帶過 像布農族 布農族翻譯上帝用的字是 Dekhanin Dekhanin這個字 原來就是布農文化裡面的用語 就是指那至高神 帶有一點點創造的神的概念 排灣族也一樣 排灣族有Zmas Zmas這個 所以你今天去 你去看每一個不同文化 在翻譯上帝的概念 它本身就帶著一個文化的內涵 那我剛剛講是一個存在體的概念 那這個以外我們再來看另外常常被討論的字 譬如醉 醉這個字也不容易翻譯 這個在聖經裡面 不管是猶太人舊約的概念 那猶太人的舊約就很有意思 希伯來文裡面用的那個醉那個字 它用的字是射箭 射那個靶沒有射中 射那個靶沒有射中 你射歪了 射歪了 這個就是罪的概念 那換句話說 一個人犯罪就好像說 你該做對的事你做錯了這樣 這是希伯來人原來用的那個用語的概念 那這個字用在 用在華人的文化 或在東方文化裡面 就發生很有意思的差異性跑出來了 譬如我們一般講罪到底是指什麼 英文裡面就有sin跟crime這兩個字 sin這個字就帶有比較深的 在指人內在的一種的問題 我這個人驕傲 我這個人自私 我這個人貪心 這個是一種內在的一種特質 這個字比較偏向sin這個字 crime這個字就比較像是去犯了錯誤的行為 我殺人我去搶劫 我做了不對的行為 這是crime 那我們如果把它用比較長的一種句子表達方式 說這是犯罪或是罪行 可能比較容易去了解差別的地方 但是如果一般在宗教用語裡面 直接翻作罪這個字 那你會一般人會怎麼去想 記得三四十年前早期在台灣的一些基督徒團體 他們為了要證明他們的一種信仰的一種的觀點 很有意思你們可能沒有看過 但是在三四年前 那時候他們在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的前面會穿白色的衣服 白袍子的衣服然後上面就寫我是罪人這樣 我是罪人 然後一排的人穿著白衣服寫我是罪人 那也是一種好像在傳教的方法 讓人去認識說我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你跟我一樣都是罪人 但這個字一般人看到會想成什麼 是想成罪行呢 或是按照這個想要傳達的人 所講的那個對罪的概念呢 這就有一個差異性在了 所以這個就不容易翻譯了 再舉一個例子 日本人就面對這個很有趣的挑戰 日本人很多研究日本的人類學者 就很早就提出這個很有趣的概念 譬如美國一位人類學家Benedict 寫了一本非常有名關於日本文化的研究 書名叫做《菊花已見》 《菊花已見》這本書裡面 Benedict就指出日本人 基本上有此的概念 但並沒有罪的概念 在日本傳統文化裡面 有很深的一種此的概念 但並沒有罪的概念 他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譬如說日本人 他家裡外面草地沒有割草 大家通通隔壁鄰居 大家草地都割得很漂亮 只有他家沒割草 他就覺得很羞恥這樣子 說不定就自殺 覺得很羞恥這樣 會有那種很深的詞感 我覺得我好像不合乎這個體 日本人講的那種體 體面 沒有體面 我是一個沒有體面的人 但是Benedict說什麼呢 日本人其實如果自己門關起來 在家裡面做什麼事都沒有人知道 他自己門關起來在幹什麼 他倒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那如果你們對日本天主教作家 遠藤舟作的作品 有一點點的興趣 就知道遠藤舟作這位作家 我們將來也會再稍微介紹 我有把他的書也有列在我們的 這個將來第二個 其中心得作業的名單裡面 這遠藤舟作他寫了好幾本書 就在談這個 日本人好像有詞感沒有罪感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海與毒藥》 在談這個概念 所以我用這個做例子 只要讓大家了解說 光是一個用語 就已經是一個 特別是我這個用語 是關鍵用語的時候 我這邊舉的例子都是 非常關鍵的用語 罪怎麼翻譯 上帝要怎麼稱呼 還有一個部分我們也很快介紹一下 觀念 到底上帝的特質是怎樣 這個在聖經裡面有非常多的描寫 這個描寫上帝的特質 就有牽涉到在文化裡面 怎麼樣去理解這樣的概念 譬如我這邊舉了三個對上帝的認知 在舊約或新約你都會看到 用很多的形容詞描寫上帝 上帝是公義的 上帝是聖結的 上帝是慈悲的 上帝是全能的 甚至有一些很抽象的用語 上帝是無始無終的 是自有擁有的 那很明顯的最明顯的例子 在跟希臘羅馬文化對譽的時候 碰到的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上帝是高高在上的 超越的 或者這個上帝是可以在人的生命當中 讓人感受得到的 他是內在於我們生活經驗裡面的 這個字很明顯就表現出兩個對比 在希臘羅馬人的概念裡面 他們很容易就把上帝想成是一個不動的 是高高在上的這樣的一個上帝 對希臘羅馬人來講 真的上帝一定是跟人距離很遙遠的 高高在上的 可是猶太人很早就發展出一個概念 猶太人說這個上帝是與人同在的 他是會陪伴人的生活的 所以他們在舊約裡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以馬內利 這個字是猶太人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上帝會與你同在 在你生活當中讓你感受得到 那這樣的兩種上帝觀 你就發現又有一個對比 我們將來接下去介紹希臘羅馬文化 這個概念會再出來 另外一個也跟希臘羅馬文化有關的一個字 等一下我們介紹 C.S. Lewis的概念這個字會再出來 上帝是一種不動情的 不會改變的 或者是上帝是一個對人是感同身受的 這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 我們在猶太人的經典裡面 你常常會讀到第二個概念 就是上帝是跟人是感同身受的 猶太人常常講人在受苦的時候 上帝也感受得到 上帝他也在受苦 所以這個字compassionate compassionate compassion這個字 我們今天翻作有慈悲心的 憐憫的 這個字其實字根拉開來就知道 com就是一起 passion就是受苦 compassion就是願意跟你一起受苦 感同身受 所以猶太人很早就有這個概念 當人在受苦的時候 上帝他也會感受得到 這樣的一個上帝觀 是非常有人性化的上帝觀 我們可以這樣說 可是希臘人不是這樣想的 希臘人認為一個上帝如果隨便 就會被人影響 受人的影響 這樣的上帝層次比較低這樣子 真正的層次高的上帝是不動情的 apathetic 你不可能隨便影響他的 那這樣講也有道理對不對 這個上帝如果太容易受人影響 那這個上帝就很忙 他一天到晚很多事情做不完 這個人怎樣 那個人怎樣 這個上帝好像忙這些事情就忙不完 他用這個哲學的概念說一個apathetic 上帝其實是不動的 不動情的 不變的 他不會隨便被改變的 哲學上這個概念是對的 但在宗教經驗上呢 compassionate的上帝 其實才會讓人感動 這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 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上帝是陽剛的 很陽剛的 很powerful 這在現代的聖經翻譯 很多都是翻這樣 全能的上帝 Almighty Almighty 這個字其實帶有軍事的概念 帶有一種出去打仗 會打勝仗的這個概念 無所不能的 那用這個來形容上帝 很明顯這個上帝就帶有一種 武士的軍人的意味 是一種很男性的陽剛的味道 但現在很多 就西伯來的聖經學者就指出說 這個字翻一翻不好 翻錯了 不能翻 Almighty 因為這個字 在猶太人的文化裡面 這個西伯來原文 有很多用法 其中有一個最有趣的用法 是非常母性的 非常母性的 我舉在後面這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媽媽 她的奶水是很豐富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永遠一直都 我們說取之不盡 取之不盡 用之不節的概念 就是一直可以提供 孩子只要有需要 她的奶水是一直很豐富的 可以提供的 那這個概念跟剛剛說的那個 陽剛的全能的概念 就完全不一樣 但它的內容其實是相同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主張 說上帝是無所不能的這個字 如果給他翻成 all resourceful 會比all mighty好 all resourceful就是說 上帝是可以無限供給的 無限供應的 這個我們以後 我們比較通俗的話 好像你去餐廳說 無限暢飲這樣子 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喝 這個概念 其實意思是內涵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 在一個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裡面 很自然而然就把它翻譯成了 比較陽剛的這樣的意涵 所以我們看到光用語用詞 文化就有非常多很有趣的概念 那我們下面也介紹一個 我們這學期也有列在 閱讀書目裡面的一本書 就是C.S. Lewis寫的這本 《四種愛》 那C.S. Lewis這個人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英國的作家 那我們知道這幾年 我們在台灣一般社會大眾 對他也慢慢的有了解 因為他寫的兒童的小說 《納里亞》 《納里亞系列故事》 拍成電影 其實很好看 也非常有 有很多可以值得討論 非常有宗教內涵的書 但是Louis其實是一位 也非常有文學跟學術涵養的 一位作家 他其實是一位文學院的教授 他雖然他是一個信徒 那有人稱他是一位信徒的神學家 那他自己寫的這本書 其實目的是在研究 基督教的經典裡面 用常常最常講到一個字就是愛 那愛這個字到底 對希臘人來講 愛這個字要怎麼翻譯 他有可能有不同的內涵嗎 結果這個Louis就發現 在希臘文裡面至少有四個字都在講愛 而且他分別指不同的面向的愛 那我們如果看上面這個 中文翻譯的這個副標題 他就已經把這四種愛寫出來了 雖然翻譯可能不一定一樣 他翻譯作親愛、有愛、情愛、大愛 那這四個字我再把它寫整理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他認為愛本身就是有兩種不同 最基本來講就有兩種不同的內涵 一種愛是有所求的愛 是出於需要的 他把它叫做need love 我需要所以我表達出這種愛 另外一種愛是無所求的 是給予的愛 我們在用愛這個字做動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這樣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內涵 我就是愛那個東西 這就是一種需求的愛 一個阿嬤對孫女表達出來的一種愛 很明顯是一種給予的愛 像禮物般的愛 他沒有不求回饋 他只是想要給予 這愛很明顯 所以你就最基本來看 就有這兩個不同的差別 那這樣的一種差別 Louis接下來分析 他說在人類社會裡面有這四個類型的愛 剛好希臘文化這麼豐富 希臘人的概念這麼豐富 竟然用這四個字來表達 四種不同的類型的愛 第一個是Storge 就是親情之愛 第二個字是Philia 這是希臘文的Philia 變成動詞就是Phileo 就是友誼的愛 友誼的對等的愛 第三個字是Eros 是情欲之愛 或者有一種慾望的愛 出於一種情感慾望的愛 第二個字是Agape 那這個字有點像我剛剛在談的那個Compassion 那有的書翻作大愛 那也有的書就直接把它翻成神愛 好像是上帝對人一種無條件的愛 那Louis在分析這四個字 有興趣的人 這本書其實是很精彩的書 如果有興趣的人對這愛這個字 還是對我們今天討論這個福音跟文化的概念 有興趣的人我會推薦說這本書 可以考慮可以讀讀看 來作為心得報告 Louis他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他其實裡面的分析非常的細細膩 他還用了很多不同的思想家來做對話 那他說其實在每一個愛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特質都包含在裡面 親情的愛裡面也有需求的也有給予的 友情裡面也有 欲望的愛其實那種需求的更強 但給予的也有 這兩種是常常交織在一起的 所以他說愛沒有高低 你不能說哪一種愛最好最高 每一個愛都有它不同的特質 但因為它牽涉到不同的關係 這個關係就給予了這個愛 有一種不同的表達 那我想不要進入這個書的細節 我只是舉幾個例子 他就說親情之愛是最平時的 每一個人出生在家庭裡面就是親情之愛 不會裝腔做事不講究 最具包容性 自然而然父母就會愛子女 子女愛父母 夫妻相愛這種都是親情之愛 但是他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他說家庭裡面的不快樂 常常不是愛的欠缺所引起的 是愛的過剩所造成的 他的分析 有的人會很容易就可以有所回響 引起回響 他說這種愛的過剩如果不改善 生活會惡質化暗淡化 他對親情之愛滿有趣的一個分析 友誼之愛他就說是一個最高的 在某一個層次上是最高的 因為他完全沒有利益牽涉在裡面 是對等的 他說就好像天使跟天使的愛一樣 他沒有因為人跟人中間有利益衝突 沒有那種義務的關係 沒有一種嫉妒之心 所以這個愛是最有趣的 是一種友誼之愛 但是這個愛不會強烈 不強烈 那第三種情愛 他就對這個情愛 也做非常有趣的分析 他說情愛是最強烈的 所以情愛 有某一個角度來講 最像是上帝的那種愛 是很強烈的 但是這個愛他用了一句 很有趣的表達方式 他說他常常做出天長地久的承諾 不過卻又是最短命的 常常是最短命的 他的分析 你們看覺得有沒有道理 那這種愛有可能流於偶像崇拜 就是一種錯誤 對象錯誤來造成的 你常常因為對方 想要得到對方而去愛這樣子 這個愛其實是最難的 也是人世間比較不容易看到的 是全然付出 願意承擔痛苦 不求代價的一種愛 那C.S. Lewis的目的寫這本書 其實要讓大家去思考 不同的愛中間有不同的特質 有不同的一種的表達 但所有的愛都需要一種的經驗跟學習 他相信藉著不同方式的愛 人是可以學習大愛的 人是可以學習這種神聖之愛的 那重點是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聖經裡面其實在講愛 基督教裡面在講愛 那個愛的意涵本身也是很多元的 那很有趣的是希臘文化 卻是這樣的一個豐富的文化 可以用來很有層次的來表達不同的愛 那這一點來講 這一點來講 希臘文化就基督教的傳達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媒介 我們看到上次已經有稍微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猶太人的例子是怎麼樣 那猶太宗教裡面他們也有這種努力 當時我們在介紹猶太人 面對希臘文化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希臘在猶太人的學者裡面 有幾本書的出版 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 我們等一下也再簡單介紹一下 他們這個學派用的方法就是 試著把猶太思想借用希臘人的觀念 把它傳達出來 那這本《遍希臘自訊》 還有這本《所羅門智慧書》 都是最有名的例子 這兩本書沒有在基督教的正典裡面 但是在這個《赤經》裡面 就是在舊約跟新約中間的 有那個兩約之間的一些作品裡面 那這兩本書都很明顯 是用希臘的思想 在傳達猶太的宗教觀念 所以這個做法 猶太人已經開始了 那後來的 我們等一下介紹基督教裡面的 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 也沿用同樣的方法 那上次我們已經介紹了這一位斐羅 斐羅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他自己住過很多地方 一直在尋找 有人稱他是一個心靈的追尋者 他自己是猶太人 但他也在對希臘哲學 非常有興趣研究 那好像一直在追尋他 找尋他心靈的故鄉 最後落腳在埃及的 亞歷山泰這個地方 Alexandria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Philo of Alexandria 那他其實生平並沒有很多 很清楚的一個 生平的一些背景資料 我們只知道他曾經 扮演過猶太人的代表 政治上的代表 去替猶太人去當說客 那另外更重要的其實是 他留下來的寫作 那他就曾經試著用 希臘人能夠理解的方法 想要把猶太宗教 介紹給希臘人 所以他曾經在他書裡面 把猶太宗教歸納成這樣的 五條的基本的概念 那這樣的做法很有意思就是 後來就影響了基督教的思想家 特別你可以發現 在屬於同樣在北非的這個傳統 在北非的這個埃及地區的一些基督徒 他們借用類似的方法 想要把希臘的用語 希臘的觀念拿來介紹 用來做介紹基督教的媒介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 匪羅把它稱作玉譽法 Allegory 就是每一個傳統的經典 不一定要按照字面去了解 可以從字面的背後去尋找隱藏的意義 那匪羅借用這種方法 把猶太經典做了很多新的詮釋 那他最有名的一個方法 就是借用希臘的哲學學派 斯多亞派講的Logos的概念 道的概念 希臘的斯多亞派哲學主張 這個世界有一個道在運行 一個Logos的力量在運行 Logos就是什麼 就是真理之光 就是這種真理之光 也是一種理性的光 那每一個人生出來 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一個道的種子 那這個心裡 每一個人心裡面 都有這種道的種子 就讓人能夠 讓這個道的種子不斷的成長 藉著這個理性之光 追求真理之光 人就可以去追求道 這個是希臘哲學家 斯多亞派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那斐羅就用了這個概念 來表達說 其實上帝在舊約裡面的這個上帝 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就是用道的概念 在創造這個世界 當這個世界有一個運行的原則 宇宙有一個 宇宙自然的法則在運行這樣 那這很有意思是 我們講到這裡 如果對基督教新約的經典 有一點了解的人就會發現 第四本福音書的作者 約翰福音也用了這個概念 約翰福音不像前面那三本 馬太馬可路加描寫耶穌 耶穌出生的時候 有什麼樣什麼樣的故事 牧羊人來看他 這個東方有三個天文學家 來找耶穌這樣 很有趣的故事 但約翰用的不一樣 約翰用的很像是斐羅的概念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他就說太初有道 道跟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但這道卻成了肉身 有血有肉 那這個人叫做耶穌 他用這個方法很有趣 很像斐羅 試著把斯多亞哲學的 希臘哲學概念 也跟基督教的傳達 做一種連結 所以我從這裡慢慢的就接進來 我們更深的一個概念 剛剛介紹的是觀念 概念用語 其實更有趣的是 當基督教的信仰要進入一個文化的時候 最重要的常常不只是觀念的概念而已 而是你怎麼去看待世界的一個態度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常用的用語 就是宇宙觀 或是世界觀的概念 這welt unshawn 德文說你怎麼看待世界 你怎麼在看世界的方法 你看這個世界的物質 物質的東西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這就是一個馬上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觀了 我看所有物質的東西都是不好的 都是沒有價值的 真正有價值的其實是心靈的層面 我把心靈跟物質做了一種的價值的區隔 這已經是代表一種的世界觀 一種宇宙觀 也是我們哲學上講的認識論 是你在認識世界的方法 那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時候的哲學有兩大世界觀 兩大宇宙論 一個就是柏拉圖所發展出來的心物二元論 一個是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 所提出來的心物關聯論 這我們用簡單的語言表達 但其實背後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 心物二元論基本上把心跟物 觀念跟物質做了一個區隔跟對比 柏拉圖認為物質的東西是虛假的 是不斷在變動的 是不可cout 不可信賴的 你如果完全用物質經驗 用你的感官的經驗去建立你的知識 這樣的知識是不可靠的 所以他主張心靈 反而是一種不變的永恆的觀念 那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桌子 柏拉圖說真正不變的是那桌子的觀念 桌子的觀念永遠不會錯 它是永恆的一個觀念界的東西 你今天看到一個桌子可能是木頭做的 可能是鐵的金屬的 可能是圓形的可能是四方形的 可能一個是很老舊的 很快就會搖擺 很快就會被拋棄的 這種物質性的東西不可靠 所以要追求觀念性的概念 那到一個第一步 柏拉圖讓這個心物二元 變成一種兩個對立的世界觀 我們就舉一般學者畫的圖 很簡單來看一下 他說他這是這種二元論 我們下面這個物質的世界 是看得見的世界 是visible 看得見的世界 但真正可以讓人認識真理的世界 是上面的 是那個觀念的世界 他說the ideas 或他把它叫做forms 一個形式的概念 那這樣的一個世界觀 你看它影響很深遠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接受 柏拉圖這種世界觀 你用這樣的世界觀去解釋 基督教的時候 我們想像怎麼推論 推論出來會得到什麼結果 身體 物質是不好的 是不可靠的 感官的經驗是不可靠的 人的慾望 感官所帶來的慾望 甚至可能是邪惡的 心靈的世界 觀念的世界 才是有價值的 那這樣的一種柏拉圖的認識論 影響了基督教大概最早的一千兩百年左右 基督教最早有名的神學家 大概都是採用柏拉圖的這種基本的思維方式 來傳達基督教的思想 那所以看清身體 看清物質 看重心靈 看重精神的一種的層面 那我們只要繼續往下推論 你就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了 所以為什麼初代基督教沒有多久 就慢慢的傾向於禁欲主義 開始推展 後來推展出修道院的一種生活方式 甚至覺得婚姻不一定是好的 有價值的 守獨身的人生命比較高尚 比較神聖 這樣的觀念跟宇宙觀是有關的 那相對的 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用另外一個概念去看 柏拉圖的兩個概念 一個是現象的 一個是本質的 他把感官的世界看作是一種phenomenon 是一種現象的世界 真正的nomomenon 就是本質性的東西 是在觀念裡面的 亞里斯多德就不太一樣了 很有意思 這個是拉菲爾畫的雅典學院的一張圖 思想圖裡面其實不只是這兩個人 旁邊有的在地上在那邊沉濕的 有的人躺在地上好像衣衫不整的 這每一個都是學派的創始人 不同的學派 有逍遙學派的 不同的學派 但他這張當中 這個雅典學院就畫了這兩個人 那你可以看到左邊那個 我們這樣看上去左邊比較老的這一位是柏拉圖 那穿紅色的衣服 右邊穿的藍色衣服是亞里斯多德 那柏拉圖的姿勢是比了這樣子 只有上面的觀念的世界 精神世界才是真實的 那亞里斯多德手這樣比 手這樣子比 往下 意思是說但是也要從這裡開始 也要從物質的經驗先開始去體認 所以你看兩個人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認為你不要信賴感官經驗 追求觀念的世界 一個告訴你感官經驗雖然不是可靠 但你必須要藉助他才能夠去建構觀念的 這樣的一種認知 所以亞里斯多德他的世界觀 就比較是一種關聯的 我用另外的語言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亞里斯多德他的認識論就主張 所謂柏拉圖講的那個普遍性的觀念 就是一種比較抽象的普遍性的觀念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你說桌子的觀念 桌子的觀念是一個觀念而已 它並沒有真的存在 真正的存在還是在於個別的事物裡面 你要摸到一個桌子 你從這個桌子 雖然一個不完美的一個桌子的形象 你才能從這個桌子去推展出 那個更重要的普遍性的觀念 所以受到亞里斯多德的影響非常重要的 中世紀的神學家Aquenas 他就是我們提到大概1300年左右 基督教發展到1300年左右 開始建立另外一套神學的一位大神學家 相對於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比較像是柏拉圖的一位神學家 柏拉圖派的神學家 Aquenas就是屬於亞里斯多德派的神學家 他就延續亞里斯多德的概念 他說任何要存在在你思想裡面 心思裡面的東西 必須要先存在在感官裡 感官經驗過的東西才能夠讓你 把它發展成為一種在思想裡面的觀念 所以Aquenas就發展出一種相互關聯性的概念 個別的事物跟普遍性的觀念 都存在於上帝的思想 也存在人的認知裡面 人是可以把這些東西做一種連結的 那我舉這兩個例子 只是要讓大家開始來思考 希臘哲學 光在對基督教的發展來講 兩大宇宙論就影響深遠了 那我們這個學期不會介紹到 基督教後來的發展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 到了這個近代世界 你會發現影響基督教的這種 哲學體系或是認識論更多元了 康德 黑格爾 馬克思 存在主義 詮釋哲學 過程哲學 這些都在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時期影響了基督教觀念的發展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就好 當代的婦女神學 完全跳脫柏拉圖的那種心物二元的概念 今天的基督教的這種發展到現代思維 完全不一樣了 身體是非常重要的 身體論 我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 身體具體的感官經驗 是我今天要了解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德國非常出名的婦女神學家 都寫了這本書 I am my body 我就是我的身體 我這個身體就是 我認識我的最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那這個你可以想像跟我們之前提到的柏拉圖 甚至亞里斯多德 都是一個完全很不一樣的認識論 那我們從這裡 如果你們回去看 我在我的講義的第一頁的下面開始 我就介紹了兩個重要的這兩個希臘的哲學學派 他們成為基督教開始去建構基督教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論跟媒介 另外還有就是倫理的觀念也是有影響 那倫理的觀念特別我在這個講義的接下去 介紹這兩個比較有名的帶有倫理特質的學派 伊比鳩魯學派跟斯多雅學派 那我們一般有一種刻板印象 認為說伊比鳩魯派就是享樂派 那這個斯多雅派是所謂的克苦派 那這樣的二分法也不是完全不對 但並沒有掌握到這個倫理學派的本質 這兩派的本質都很像 不管是伊比鳩魯派或是斯多雅派 都在強調要學習過一種自律的人生 人要怎麼樣子能夠掌握自己的 掌握自己的一種操練自己的生命 不會隨便被外來的事物所影響 今天一個人如果過度依賴外來的事物 就會被外來的事物所奴隸 所以不為外物所影 學習自己能夠建立自己的一種自律 那生命裡面有一種安寧自在 這就是這兩派共同在追求的 一種倫理的生活 藉著操練自己的身體 操練自己的意志 學習過一種有紀律的生活 你就可以不再被外來很多的事情所控制 那這樣的一個倫理觀念非常有趣 所以基督教很早就把他 跟他做了一種的結合 我們在保羅寫給很多教會的書信裡面 都讀到很類似的這樣的觀念 舉一個例子 保羅寫給菲利比書 寫給哥羅西教會的書信都提到 我今天已經知道怎麼樣自處 就算我生活很豐富也好 我生活也很貧賤也好 我都已經可以自在 非常自在 他說在基督裡我的生命不會受外來的影響 這個概念你會發現希臘哲學的這些倫理學派已經有了 那保羅似乎把這樣的一個倫理觀念 來跟基督教的思想做了一種的對話跟整合 這是我們一般對斯多亞派跟伊比丘魯派的一些概念 伊比丘魯還有這個Xeno 之諾 就是斯多亞派的創始人 我們過去常常會覺得說斯多亞派比較是一種 好像要自律型的刻苦 自己要操練自己 印象中就是說這個 少一張 好像本來還有一張 那個PowerPoint是伊比丘魯講的話 伊比丘魯說要學習享受生命 要享受生命 所以大家覺得他好像是一種享樂派 但那個享受生命的意義是 他是在強調真正自律的人 就能夠不被外來事物的影響下 你真的就可以享受生命 那這樣的倫理觀念跟基督教會不會有衝突呢 剛剛講的是好像可以相通的地方 有沒有衝突呢 其實我稍微跳了一下 在我講義的第二頁到第三頁的地方 我談到倫理觀念的時候 我有把這個觀念帶出來 就是希臘羅馬的這種倫理觀念 一方面看起來滿好的 人可以很自律 人可以很掌握自己的生命 追求一種安寧自在 好像很好 非常好的生命哲學 可是很多的歷史學家就指出 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跟這樣的一種自我價值 其實真的要表達出一種人跟人中間的關係的時候 不一定是最好的 譬如這位歷史學者E.A.Jarge 他就說在這種注重自律 而且特別重視自己的社會階級地位的 希臘哲學觀念裡面 人跟人之間最好的一種方式就是 自己把自己顧好這樣子 我做一個主人 我就有主人的樣子 我是一個奴隸 我就要學習好好的以奴隸的生活自主 那在社會階級跟人際關係當中 是不來不相往來的 也不相打交道的 所以Jarge說 真正的羅馬的倫理觀念推到最底 你會發現幾乎不存在的 剛剛講到的那種compassion的概念 對羅馬哲學家 像斯多亞派的哲學家來講 靈敏或慈悲的概念 其實他們會認為是一種病態的情緒 這種人性格上的弱點 你在路上走看到一個乞丐 就動了感情 動了一種慈悲的心 對斯多亞哲學家來講 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 你忘了你的位置 你忘了你的社會階級 你也太容易被影響了 這跟我們剛剛提到神觀 也有一點像對不對 真正希臘人認為 那個真正的至高在 至高的上帝 是不動情的 不隨便動感情的 一個有尊嚴有價值的人 也不隨便動感情 所以當基督教在談 上帝是慈悲的 也要人用慈悲互相對待 這個跟羅馬社會的倫理觀念 其實是有衝突的 有衝突的 那這一點我在這邊其實是帶出來 後來基督教在很多面向 特別我們如果各位同學 在那個兩本教科書裡面 你是選讀那個 史塔克那本書 羅尼史塔克那本書 史塔克在他的書裡面 特別提到 基督教的一種倫理的實踐 表達出一種慈悲為懷的 一種倫理實踐 其實在羅馬社會 是一個相當有吸引力的 一種宗教的一種表現 那特別是他跨越社會階級 跨越族群的界線 去照顧那個弱勢者 這樣的概念在羅馬社會 其實有他特別的地方 好 那剛剛這張圖片 跑到這裡來了 伊比鳩如 我們一般的對他的描述 他說這個Life is good Make sure to enjoy it 一般人都覺得說 他是享樂派的 但他背後的哲學是自律 自律 我們重點在談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福音 跟文化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到後來還有一個面向 我們這次在講 因為在講哲學體系 所以比較沒有談到 但是我覺得應該給大家 有一點點的了解 其實他也表現在形式上面 表現在形式上面 這種文化的形式其實也滿重要的 譬如基督教會的建築 能不能比較符合本地的一種形式呢 這也是一種進入文化的方式 我們剛剛講的比較說是宗教觀念 哲學觀念的部分 其實形式也滿重要的 我們看到左邊這張下面 是香港道風山的一間教堂 當年蓋這個教堂 其實是為了要讓佛教徒 也認為說基督教的教堂也可以是這樣 讓佛教徒也可以親近的 或者是我們看到右下角 這是台北的中山教會的一個傳統的 本色化的建築 天主教在台灣做更多這種形式上 跟文化上的一種的在地化的努力 我們如果有機會到台南 就看到這間天主堂 非常有趣 非常的本色化 非常的本土化 他設計的幾乎就是要讓本地人 能夠覺得說 這樣的一種基督教的形式 其實是跟我很親近的這樣 那道裡面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更有意思 他把聖母 天主教的聖母的概念 好像跟傳統宗教的這種聖母概念 做了一種連結 台灣的原住民的文化形式 也常常被拿來做一種的本色化的努力 這是台中資本天主堂 其實是一間非常漂亮的 形式上非常本地化的 他用的材料跟他的設計 都是非常本地化的 他的椅子非常有意思 就是有這種排灣族的味道的 那藝術上表達 我們之前已經看過一些 類似這樣的表達方式 怎麼樣用一種本地文化的 藝術形式來表達 所以我剛給大家看這幾張 最重要的目的是說 除了觀念 哲學觀念 認識論 用語 還有形式也是 福音跟文化的關係是滿特別的 那我們沒有用羅馬的例子 其實你會發現最早 基督教開始蓋教堂以後 一開始使用的是羅馬式的建築形式 也是一樣的概念 那我們要來談另外一個問題 這種本色化會不會做得過分 會不會變成是跟某一個哲學體系 某一個宗教概念 整個就混雜在一起了會不會 當你試著要把道用一種在地文化 存在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會不會做過頭了 那出在羅馬帝國的時代的基督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就是 其中有一個流派 一個傳統叫做諾斯底主義 諾斯底主義 我講義的第一頁的最下面 介紹這個諾斯底主義 那很多人就直接把它稱作 是一種混合主義 那這樣的一種形式 它是不是做過頭了 過度本色化 以至於原來的那個 原來的那個宗教的基本的觀念 已經看不出來了 已經不再明顯可以清楚的辨認了 那很明顯的在諾斯底的這個例子 是如此的 諾斯底其實我們今天對他的研究 還不是非常的有清楚的定論 但大多數的學者很清楚的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混雜的一個體系 舉例子講 有一些諾斯底派的學者 就把基督教這個上帝是創造者 然後他藉著他所創造的靈的媒介 要來跟世界的人分享他的真理 那就有希臘哲學家 把希臘哲學裡面的觀念 結合基督教的概念 創造出這樣的一個體系 譬如在左邊的那張圖裡面就講 上帝有八個使者 這個上帝他下面有八個 奧奧奧奧奧奧奧就是八個神 八個神 這八個神都是上帝的媒介 他是從上帝流出來的 為了讓人認識上帝 有這八個不同的靈體 那其實每一個靈體 都有他的名字 叫做靈 叫做真理 叫做生命 也有一個我們剛剛提到 叫做Logos 叫做道 有一個叫做人 Anthropos 甚至有一個叫做教會 教會也是一個靈體 那右邊這張圖更複雜了 他甚至建構出一個三十二個靈體的 這樣的一種概念 那這樣的宇宙論就很有趣了 他其實是怎樣 他其實把希臘的柏拉圖的這種 靈的世界的概念 又結合了波斯的善惡惡元論的一些思想 善惡兩個 兩種善惡的神在交織交戰的概念 再把他放在一種基督教宗教的概念裡面 就發展出一種類似諾斯底的宇宙論 那我在這個第二頁的F小點 做了一個小小的結論 這個部分比較複雜 但我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能大家也可以有一點點的概念 就大多數的基督教學者 把這樣的一個諾斯底思想 認為是一種超越了正統規範的 已經有偏差了 或是一種失敗的混合主義 因為他除了基督教原本在教導的 本來要介紹耶穌基督而已 怎麼又跑出好多其他的媒體 那種媒介跑出來了 然後有善惡的這樣的兩種神靈的概念 有人就認為說這樣的概念 很像今天的很多的這種新興的宗教 譬如我們可能有聽過新世紀運動 或者今天在歐美慢慢也有在流行的 國際的靈學運動 或者是稱為巫師的運動 那諾斯底的部分 我們今天比過去多了一些了解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事件 我在這個講義的第一頁的最下面也有提到 1945年的時候 在埃及的地方 一個山洞裡面有挖出非常多的操本 我們一般稱作上埃及操本 這些操本裡面大概都是諾斯底派的作品 那這些作品很明顯有一個特質 他都是在強調一種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他的作品裡面都是這樣講 你的前面人生有兩條路 一條是善的路 一條是惡的路 你要追求哪一條路 善的這條路是追求靈的路 惡的這條路是追求物質的路 是追求肉體的路 這條路要通往滅亡 靈的這條路要通往一種生命的提升 那個心靈有一天會追求一種不朽的生命這樣子 所以很明顯你可以聞到一些 柏拉圖的心物二元論的味道 但更明顯它裡面又掺雜了波斯 或是東方二元論的這種概念 所以像這樣的一種 我們說過度的本色化的作法 在初代基督教的時候很快的 諾斯底派被判為是有問題的 被判有問題的 那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現代所謂的 新世紀運動 這個新世紀運動非常有名的 這位代表人物就是影星 Shirley MacLaine 他主張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心靈 然後可以跟宇宙之靈相通 跟宇宙之靈相通 其實他其實有在替人家在算命的 很有趣 他有一個水晶球 然後他會幫你連結跟宇宙之靈 然後會告訴你 你的生命要怎麼走怎麼走 那收費也很貴 一次要八百塊美金 去找一次他 所以像這樣的 人家覺得有點像是 有點像基督教的 一些成分在裡面 但另一方面 他又掺杂了很多所謂的這些 非基督教的宇宙觀在裡面 很像諾斯底的這種概念 那今天當然這個Vicca Vicca是一個新的運動 就是主張人可以學習一些法術 或是一些處理人生的問題的一些方法 就鍛鍊心靈的力量 這樣的一種概念 好 那我們來進入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請看到講義的第二頁 文化的裡面我們剛剛講到的 都是比較中性的概念 哲學是中性的 倫理學也是比較中性的 所以文化裡面的這些中性的面向 是可以拿來使用的 我今天基督教要向希臘人傳播 我就借用希臘哲學 希臘的宇宙觀 我借用希臘的倫理觀念 這個都比較沒有什麼爭議性 但是希臘文化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是希臘羅馬的傳統宗教 那這個宗教的部分 就比較複雜了 我們看到在希臘羅馬的宗教裡面 有所謂的國家的宗教 也有民間大眾的傳統信仰 希臘人的神明非常的多 國家有國家的神明 城市有城市的神明 家族有家族的神明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神龕 其實是一個家族的神明 那到處都也可以看到羅馬的 這個希臘羅馬的神話 慢慢被發展成一個神明的系統 那也變成是一般人生活裡面的一部分 這兩個概念被結合起來 這個一般的民間大眾的神明 再加上國家的神明 在希臘的哲學家裡面 他們喜歡稱它是Pax Deorum 這種諸神明的和平的概念 在羅馬人的宇宙觀裡面 這個世界既然充滿了這樣各式各樣的神明 這神明是複數的 如果大家都能夠各依自己的位置 來好好的來敬拜這些神明 天下就會太平 就會有一種國泰民安這樣的一種生活 這就是諸神明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那當基督教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希臘羅馬 文化裡面的這樣的一種諸神明的和平的概念的時候 特別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常常是藉著一種國家宗教方式表現出來 我們知道如果你只是家族的神明 地方城邦的神明衝突沒有那麼大 到後來發展成一種皇帝崇拜的時候 你要去參加競技場的活動 你要去參加戲劇的活動 到處都是這些高舉的國家神明的這些概念 基督徒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文化 是能夠去參與在裡面呢 或是拒絕去參加 那我們接下去再過幾個禮拜會談到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角度來切入 基督教之所以後來會被羅馬帝國 視為是一個有威脅性的宗教 主要的原因是基督徒不願意參與在這些 帶有國家崇拜這樣的一種形式的宗教活動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在文化裡面如果帶有一種宗教層面的內容的時候 基督教通常跟這樣的一種文化的內涵 會有一種緊張性存在 會有一種緊張性存在 那在希臘羅馬文化裡面 皇帝崇拜 皇帝被神格化 那不只這樣羅馬的神明越來越多元 不只是羅馬本身的 也把周遭文化的民族的神明都引進到 羅馬的這個系統裡面 我這邊給大家看到的是 Capitoline的這個山丘上面的神廟 七座山丘裡面的這個Capitolino 他供奉的有羅馬三大主神 另外也有埃及的神明 敘利亞的神明 迦太基的神明 羅馬的主神在裡面 也有這個掌管升職的埃及女神 這在ISIS在羅馬社會 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一個神明 另外太陽神 迦太基的神明塔尼特 那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敬拜這些神明 你也會跟隨著這些神明 邁向永恆不朽的行列 我在今天給大家講義的附錄裡面 有介紹一本書 談到當時候哲學宗教 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 他建構一種的 在人的思維裡面的一種的 一種氛圍 大部分人都是受這樣的一套 宗教哲學結合的 宗教氛圍的影響 你要看清這個世界 物質的世界 追求心靈的活動 就會邁向不朽的行列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 基督教跟羅馬文化 特別羅馬文化裡面的宗教面向 就產生一種好像是競爭 又有一種可以互相相通的 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我們剛剛提到的混合主義的危險 在這當中就跑出來了 諸神明的和平 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全世界到處都一樣 台灣的傳統宗教也是一樣 藉著宗教來帶給 我們常說國泰民安這種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在 希臘羅馬社會是非常普遍的 每天生活裡面都看得到的 那這個就對基督教造成 比較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來做一點點的 稍微的整理 今天介紹這個基督教 跟希臘羅馬文化對立的過程 我們看有三個面向跑出來 對不對 一個是哲學 一個是倫理 還有一個是宗教 這三個面向跑出來 那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呢 保羅 上禮拜我們介紹了保羅 他講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話 他說其實不必害怕去跟文化對話 他說我是自由的人 不受任何的奴役 但我為了要讓更多人認識基督教 我就會進入那個人的文化情境裡面 他說我跟猶太人一起就像猶太人 我雖然不受摩西律法的控制 我卻生活像在法律下的人 同樣當我跟法律外的人 那就是指希臘羅馬的外邦人 跟法律外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像法律外的人 所以另外一個表達方式 他說我在信心軟弱的人當中 就當軟弱的人 不管在什麼樣的人當中 我就做什麼樣的人 想盡辦法要把福音分享給不同的人 那保羅這個原則是很有意思的 他用的語言就像這個字 我覺得是可以拿來做一個很有趣的思考的地方 他說跟猶太人在一起 我就像猶太人 再跟希臘人在一起 我就像希臘人 就像這個字 希臘文說hos 翻譯成英文說become us 就成為這樣的人 那這個成為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是 我是自由的 我是自由的 我像猶太人 但其實我知道我本質上 我不是猶太人 我只是去使用這樣的一個文化 來作為我的一個媒介這樣而已 那這個後來的宣教學者 就把這個好像 把它翻譯成是一種無關緊要的自由 我不必被他束縛 我今天接受文化 進入文化 不必被這個文化所束縛 但我卻可以善用這個文化 保羅這樣的一種方法 好像後來變成基督教長久發展 一個非常常用的原則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更細的區分了 很有意思的一個小例子 第九世紀的時候 教宗尼古拉一世 當時他剛好去想辦法去征服了一個新的民族 保加爾人 就是今天住在保加利亞的 原來的這個族群 斯拉夫民族的一個資族 那這些保加爾人是集體信基督教的 因為他們的頭目 他們的國王 信了決心要接受基督教 就把整個族群全部帶到基督教裡面來 是集體信教的 結果信教了以後 這個保加利亞的國王跟他們的領袖 後來就寫了一封信給教宗 問他們說 我們今天信了基督教 到底有哪一些文化習俗是可以保留的 哪一些是必須要放棄的 那結果很有趣喔 教宗就給他回覆 做了一個回覆 那我這邊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 教宗說 你們過去當人生病的時候 要讓人家得到醫治 會給他掛一個項鍊 Necklace 這個Necklace 是要有一點點像是 我們說有點像是有法力的一種項鍊 掛著會讓生病的人得醫治 他說這種是邪惡的東西 不可以使用 他把他用demonic 你們過去用這種人生病的時候 給他掛一個項鍊 認為說有法力可以醫治人 這個不好 不要用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例子就比較有趣了 他說你們問我說 你們的國王都自己吃飯 吃飯的時候自己做一個地方 這個保加爾人其實是遊牧民族 是部落型的遊牧民族 他說我們的國王都自己吃飯 那我們信耶穌以後不是告訴我們 大家要一起生活嗎 那我們國王繼續一個人單獨 坐在一桌吃飯這樣好嗎 這是領袖問的問題 教宗也回一個很有趣的回答 教宗說這個國王自己單獨做著吃飯 並不違背信仰 不過他違背我們這種好的一種的禮儀 一種生活的禮儀 最好勸他不要這樣 有空請他多跟大家一起生活 一起吃飯這樣 這第二個滿有趣的例子 第三個他就說我們保加利亞的婦女 通常都穿褲子 都穿褲子 那我看你們羅馬人 你們這些我們說拜占庭的人 你們女性都穿裙子 那我們這些婦女繼續穿褲子可以嗎 結果這個教宗的回答也很有意思說 這件事情根本就無關緊要 無關緊要 真的你要穿什麼樣的文化衣服形式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並不想改變你們外在的服裝 跟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是你內在的生命跟價值 所以這個大規溝利跟保加利亞人 對話這句話 這是我剛好讀到的一段故事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把這三個區分 你可以明顯看到第一個例子 是帶有宗教內涵的文化習俗 這一點教宗認為這個不好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倫理的生活方式 外在的穿的衣著的形式 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 其實是不必受到影響 那我最後再舉一個例子 那回到我們台灣的處境 我去年有機會到阿里山的州族 去參加他們的一個祭典 那這個祭典是州族最重要的一個祭典 一般我們翻作戰祭 戰爭的戰 戰祭 這個戰祭是很有意思 它其實是一種 就部落本身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一種保衛鄉土的概念 戰祭就是說如果有外敵要來侵犯我們的時候 我們族裡面的人要藉著這個祭典 大家要互相團結起來 一起抵擋外族的侵略 那為了要抵擋外族的侵略 就要呼喊神明 呼喊傳統神明來幫助我們這樣 那這個瑪雅斯底的祭典傳到這個 在州族裡面是一個非常長遠的一個祭典 那當基督教傳到州族去以後 在州族裡面最重要有三個教會的傳統 在今天台灣的處境裡面 一個是天主教會 一個是長老教會 一個是新的真耶穌教會 那這三個教會很有意思就是 他們對這個瑪雅斯底的祭典 就採取很不一樣的看法 剛好可以反映這個福音跟文化的一種緊張關係 那我很快把這個相片帶過 讓我給大家一點點的思考 這個非常漂亮的阿里山州族的 他們的傳統的部落 這是他們的集會所 那其實集會所他們的傳統文化裡面 是只有男子可以進去的 所以門口還貼了一個大石頭 放了一個大石頭 但等一下你會發現現在也改變了 那很有意思的是你看 祭典要舉行的時候 頭目坐在那裡 天主教 台灣天主教的嘉義區的主教是上賓 他去參加 天主教基本上對這樣的祭典 是採取全然接納的態度 那他們的祭典我們很快帶過去 他們一個一個家族 各帶著一個火把放在一起燒 象徵了一種團結的概念 然後接著就一起跳唱歌 那在這樣的一個儀式當中 重新思考我是一個奏 我是一個鄒族的人 我要為我的故鄉來建立一種的 一種的主體性 那我去那裡非常深的感受 不管是老人小孩年輕人 都深深感受到參加這樣的一個祭典 讓他們感到一種的驕傲 找到自己的一種身分認同 那每一年生出來的小孩子 在這祭典當中 順便被帶到前面 祝福的儀式 所有的小孩子都被送去前面祝福 然後老人也會順便舉行成年禮 年輕人能夠有成年禮 那最後你看很有趣 男性舞跳完了邀請女性也加入 所以最後是一種團體性的一個舞蹈 那到最後一起宣誓我們的故鄉 我們的鄉土我們的文化 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不容外人來侵略 那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是 這個很有趣喔 三個教會態度不一樣 天主教會是很早就接納 把這個鄒族的戰績 也當作是可以接納的一種生活方式 真耶穌教會則是採取反對 那後來我遇到一位 真耶穌教會的領導者 他是國小的校長 他跟我提的理由也很有趣 他說我們反對主要是祭典 酒喝太多這樣子 酒喝太多 不是純粹因為他的宗教的特質 他說我們其實也不反對這樣 那很有趣是夾在中間的是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也不曉得 到底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剛好很有趣三個教會 目前還在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今天我就用這個做一個例子 讓大家來思考 福音跟文化裡面的這種互動關係 非常有趣的 哲學可以用 倫理學可以用 但裡面牽涉到宗教的概念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種緊張的地方 那這個請大家能夠繼續來做一些思考 我們接下去會慢慢介紹 基督教在這樣的一種文化氛圍裡面 他怎麼樣慢慢的來建構他自己的思想 跟他的體系 跟他分享一下 是甚麼時候 我們有一個世界的想法 應該會有一個人的故事 詞iday著要詞 ! 我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